瑞邦金瓜石地区最近多了一个具有造型感的观景平台 共分为左右两边 一边可以远眺基隆域还有基隆山 而另外一边可以看到知名的茶壶山 看山看海一次满足 在九份山上靠近金瓜石地质公园的路边 近日市府官吕局做了一座观景平台 这座造型奇特的平台顺着外面延伸 让民众可以直接面对前方的基隆域以及基隆山 而转个方向还有道路走过去 则可以远看知名的茶壶山景观 位在我们这个102线 那要有九份隔顶在往 我们这个金瓜石地质步道公园的半途 半山腰有一座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市府观光旅游局 所设置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观景平台 那其实民众在这个观景平台上 不仅可以一方面看到前面的基隆域 那右边就是我们瑞芳最有名的两座大山 左右两边有两座瑞芳最有名的山 分别是这个茶壶山跟这个基隆山 那民众站在这个那边非常的一个开阔 趁着天气不错 一群来自台北的机车族游客 路过这里也忍不住停下来走走 游客表示以前常来九份金瓜石地区游览 那时候还没有这座平台 这次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好的观景场地 觉得不需此行 台北 骑车过来 第一次来吗 第二次了 这个平台是第一次发现的吗 对 因为可以看到山 然后那边也可以看到基隆域 好漂亮 还不错 可以利用假日 如果休闲的话到瑞芳来旅游的话 可以前往这样的一个九份的一个 看景平台来做一个观赏 市场上一正表示 这座平台是管理局做的建设 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游客可以停下脚步 好好欣赏水晶酒地区的好山好水 让这里的独特景观可以吸引更多人前来 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 这本乡对分享报道 我们不间餐市场 donner任何PS 们 来 网站 您